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正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一千四百九十一集,修整 在这横扫下,残存的所有界外修士 无论在这罗天的哪一个地方,全部身子一阵之下,轰然崩溃 那当年围杀亡林的老玉,在这横扫之下,齐身一颤 直接烟消云散,兴神俱灭 唯独那最后一个仙妃啊,在这融合了界内所有力量的转轮之力来临中 提前一步,凭着其在仙岗大陆上的损命神童 提前破开了天地,撕开了一道裂缝 面色苍白的一步走了进去,得以幸存 一切都结束 转轮外,那无数元神带着萎靡 一一回到了各自的身体内 再回到身体的一瞬,齐齐喷出鲜血,纷纷重伤 王林也同样喷出鲜血 这三大本源锁化转轮 对他来说有极大的负荷,就算是骨神肉身也无法承受 若非是有数万界内修士共同抵消 他转不动这本源之轮 同样的若是另外三个空旋大能没有被他或杀或困 一旦对方联手反抗 他也没有办法让界内之人共同来转动这本源之轮 三年 最后的三年 王林带着疲惫 从天皇炉上站起身子 带着天皇炉 带着那本源之轮 向着远处化作成虹而去 你等休养三年 我来守护 在这界内四大行人 此刻 所有界外入侵修士 全部都葬身在那界内 所有力量所化的转轮之中 烟消云散 逃走的 唯有那一个先妃 带着慌乱 他从撕开的裂缝内急速而走 但还有一个人 并没有死在这天地运转之下 死人便是云落 云落是界外所有修士中 对王林忌惮最深者 那当年推演出的一幕幕虚幻画面 让他如刻骨铭心一般 几乎是在王林一剑轰退掌尊的瞬间 云落便毫不犹豫地捏碎了其师尊 当年留下的保命御剑 这个御剑 是其师尊死前祭练而出 与星空融合 挪移无解 可以让他无论在任何地方 都会刹那 回到太古星辰中 其祖所在祭坛 一次之后 御剑便会碎开 这枚玉剑他常年待在身边 即使当年分身死亡也不曾使用 直至今日 以这玉剑救下了自己的性命 再说王林 此刻的他气息不稳 尽管是古神肉身 但在之前的大战中 却是有了很重的伤势 这伤势来源于杀那不知姓名的 甚至排行地脊的先妃 同样也来自于他以天皇炉 镇压黑衣老者 与另一个先妃 但更多的 却是他融合了三大本源 不动转轮 形成了天地运转之轮 凝聚此物 几乎拼尽了他全部的力气 尤其是最后推动的第四拳 让王林精疲力尽 尽管他的修为在成为第三步后 一举达到了空灵中气 但这样的负荷 依旧让他疲惫不堪 如今的他 面色苍白无险 看起来似乎没有了之前的强悍 仿若风一吹 就会让他身子倒下 但他的双眼 却是依然弥漫了坚定的寒芒 他没有退缩 没有倒下 而是说出了三年守护的话语 就在王林的那句话 说出之时 远处的星空中 司徒南等数千修士 也遥遥而来 他们来得晚了 可他们的出现 却是因没有参与那场大战 一个个并未受伤 成为了除王林外 守护界内众人疗伤的守护者 随着王林的离去 他甚至没有时间去清水 与那一个个熟悉的人说几句话 他便离开了 时间紧迫 尽管如今的界内依然平静 但唯有王林自己知晓 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 这一切只是第一步罢了 真正的浩劫 在这三年中 甚至三年后 将会掀起一股巅峰之力 这股力量 或许会把整个界内界外 全部毁灭得干干净净 毕竟在那些先刚大陆之人来看 就算是这洞府之修全部死亡 也没有关系 有天道演变众生 再过个万万年 又会有无数生灵出现 他们之中 也会有第三部大能 也会有一个个在洞府内 挣扎的强者 但这样的事情 王林绝不甘心 他有自己的计划 一个疯狂的念头 带着这个计划 他化作成红 推动那三大本源 锁化转轮 向着星空而去 在他之后 木兵梅望着王林离去的身影 咬着下唇 他的双眼没有了复杂 有的只是迷茫 许久之后 他低下头 在他的耳边 那之前王林的话语 久久不散 他尽管不是我王林的红眼 但却是我儿王平的母亲 木兵梅 抬起那绝美的琴手 眼中的迷茫散去 露出坚定之色 齐身一跃 如同一条蓝色的凤梦 向着王林离去之处 追去 远处 清水原神归位 他睁开双眼 望着身边双目凝望 王林消散之空的粉衣女子 轻叹了一声 缓缓开口道 你与他早就相识 对吗 那粉衣女子沉默片刻 回头双眸的目光 落在清水身上 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一生凄苦 孤独至今 你若想去陪他 便不要犹豫 人之一生 有些事情一旦犹豫了 或许就会失去了 不要像我当年 清水眼中闪过追 你 你为什么要救我 粉衣女子低着头 半晌之后 轻声开口 清水沉默 许久许久 他脸上露出苦涩 摇头 没有说话 有些话 他说不出口 若能说 他当年在认出 对方是自己女儿后 就会说 但他却不知道 该怎么表达 告知对方 等了很久 粉衣女子 向着清水牵身 眼中露出复杂之色 他想不明白 清探中 他转身 向着星空走去 向着王林 离去的方向追去 清林在远处 从盘膝中站起 望着星空 他闭上了双眼 他 或许知道了一些真相 如当年师尊 对我说的那些事情一样 当年的我 无法去相信 只能选择遗忘来欺骗自己 他比我强 他没有选择欺骗自己 而是去面对 在慕兵梅雨那粉衣女子 一同化作长虹而去的刹那 第三道长虹 从一颗并未崩溃的修真行上跃迹 随之而去 那长虹那样 是一个女子 她的名字叫做西子峰 这场大战之后 界内之修剩余下来的不足五万人 从九十七年前的云海第一站 从那时的界内近五十万之修 在九十七年的时间中 死亡了九成多 如今剩下来的 便是这界内修士力量的全部 这场维持了近百年的大战 死亡之惨烈 从未有过 界内之人本就不多的几个大能 更是死亡多人 残活下来的也是纷纷伤势在身 没有足够的香火 使得他们就连恢复也是极为缓慢 甚至很有可能一生都无法再次达到巅峰 这罗天星域内 星阵中的修真行 在这场大战后只剩下了十九颗 这十九颗修真行便成为了这近五万修士的疗伤之地 这里也成为了界内新的修真界 在司徒南等人的守护下 众人纷纷选择在这十九颗修真行上 一一盘歇而坐 疗伤吐纳 其中更有那些擅长炼丹的修士 忍着伤势 在司徒南等数千修士分出的一对对 守护者陪伴下 去往了其他空旷的三大行人 去寻找一些药草 他们要炼制丹药 让其他人的恢复更快一些 一切似乎都安静下来 这几万修士也开始了修生养息 只是他们并未放松 这场战争还没有最终结束 此刻第四道长虹从一颗修真心上飞出 直奔王林消失之处 那长虹那样同样是一个女子 这女子是那来自赵和的空旋大能 紫衣女子 她来历神秘 在这界内似乎除了有限的几人 汤者丝毫不知其身份 但她在这一次次大战中的举动 却是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在三十年前 她的妹妹战死了 从那之后 本就沉默寡言的她 再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界内的生机沉静下来 默默地度过这三年 王林带着疲惫 推动了三大本源 锁化转轮 在这星空中 向着云海击齿 云海的缺口 是风筝的缺口 是界内 这三年最大的隐患 要想让界内获得 这最后的三年修养 不但这缺口要封死 且王林还要在那里 以一人之力 厮守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他其实可以不这么做 他其实可以欺骗自己 寻找一个陌生的地方 孤独终老 但他不能 他也不愿 前行中 星空又呼啸之声回旋 那声音是其三大本源 锁化转轮 破空之音 王林目中的光芒 将其满脸的疲惫掩盖 推动了转轮 轰轰而走 不多时 他就来到了 去往云海的边界 在那里 他一步迈出 身影如光 一闪而过 云海星空中 早就没有了当年的雾气 使得这里不再模糊 而是极为清晰 血腥气息弥漫 一处处崩溃的碎石漂浮 看起来如同废墟 王林推动了三大转轮 在这云海废墟内急迟 渐渐的 在他的前方 出现了云海第一站的战场之地 这里是云海内 不多的存在雾气的区域 但在王林来临的一瞬 随着那呼啸之声的伴随 一股从本源转轮上 散出的狂风横扫 这狂风扫动下 前方云海风阵缺口外的雾气 急速地蠕动起来 向着四周快速散去 不多时 在王林面前 这原本浓郁的雾气 彻底地消散开来 使得其内那一道千丈缺口 清晰入目 这缺口如同疤痕 在露出的风阵内 猙獰存在 近百年过去 他始终没有彻底愈合 界内之修啊 也曾尝试来此修复 但最终确实 一一失望离开 这裂风 已然无法修复 因为那封锁界内 界外的风界大战 在这场大战下 已然濒临崩溃 风界大阵 不知是何人创造 在无数年后的今天 在一次次的毁灭之力的冲击下 在这百年的缺口中 变得脆弱起来 仿若冰死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 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